有一名男子跟朋友相约租车到花莲游玩 不过加霸王油 他假扮成是女生穿女装 加了总共918元的油 随后拿出无效的信用卡要结账 竟然踩油门逃逸 不过逃了两天还是落网 原警超车窗腰路旁这辆白车驾驶熄火 他和朋友在加油站加霸王油 现在被逮 语气倒是很轻松 说自己正在休息还在装傻 装傻装到底还死不承认 时间回退到两天前 这名诚信男子扮成女装 跟友人到花莲出游 期间租了这辆白车代步 16号中午左右到寿风乡 移出加油站加油 油费一共918元 他随后拿出一张无效的信用卡结账 员工告知刷卡刷不过 他竟然油门一踩开车逃逸 员工赶紧报案 调阅监视器锁定车辆行经路线 于3月18日在寿风乡炎料村 拦过陈信男驾驶 远景巡线两天后 在寿风炎料逮到驾驶 他声称当天是现金不够 才会落跑 被一诈欺罪送办 至于换成女装 是否为掩蔽身份 还要再离情 解诚今夜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